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也肯定没看出了一人姐姐对你有意思吧 方总,对不起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 你上次送我那个钱包 我好朋友说是现在最流行的 你真有眼光 你不用陪我马屁 上次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商场 这种小事我才不会浪费时间了 对,给助理买东西当然不会 那你给你喜欢的女孩会买什么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方总 男人是不是都喜欢 富白猫美大长腿的姑娘 并不都是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顺眼的 什么算是顺眼的 好看的 男人果然都是一样的 在这件事情上面 男人确实一样 所以如果有哪个男人 见你第一面就说被你的性格所吸引 那他一定是个骗子 当然了 你可能遇不到这样的情况 怎么了 问你一件事情 你必须说实话 我尽量 你是不是喜欢我 施宇最近一直跟我说 你有事没事总是偷看我 刚刚你还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说不喜欢你这样的 你还有点生气 综上所有表明 没有 真的没有 你想多了 真的 真的 我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自知之明 我还不至于做死到 肯定你有什么非分之下 那就好 我要是真喜欢你 你怕什么呀 不方便 因为我是你的助理 差不多 再换一个助理 太麻烦了 所以说 如果你的助理喜欢你 你就要开除你的助理 是啊 这样对他也好 如果他喜欢我 但是我却不喜欢他 这样势必会影响他的工作 所以开除他 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他就不用每天面对一个 他得不到的人 懂了 还挺有道理的 不愧是方总 想的就是这么大 最爱是你 都怪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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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